我们的班会课就是做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喊出他的名字 喊上外洋 什么 你最想和魏绍林成为朋友 因为他是我的爸 想答吗 你不答完了吗人家都 答完了吗 答完了 九州 说九州都抠一块 漂亮 好我们下一个环节 叫谁是卧九州 明白 都明白 什么玩意儿 第一轮不用那么详细 是个物件 这也太不详细了 张贵妹 张贵妹 大家投出自己心目中的卧底 很难啊这把 这把难了 一把我就知道是谁了 是不是上面能试试给我干什么 你们这床品也不合适 我花壁买的买回去不合适啊 我令你去维权去 我也不做药 一人一人要根冰淇淋 老板娘 老板娘 不合适 床单都噎不进去 床单都噎不进去 同学们到教室集合开始我们的第一次班会课 刚才呢我叫每位同学到教务处填写了卡片 对吧 那么我们第二个环节呢是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喊出它的名字 每一位家务男在班会课前已经填好了这个问题卡 现在会展示每个人已经作答的问题 那么这个答案由其他的家务男抢答 到底这是谁的答案 这个考验呢是大家对彼此的了解 是吧已经相处了大半天了嘛 互相都有一些了解 他给你叠了个记忆我的感觉 什么 可以获得一枚徽章 什么 你敢飞出去吗 不是 是 好什么 什么 答对的同学 可以获得一枚徽章 答对最多题的那个同学可以获得一枚徽章 明白了吗 答对最多的才获得一共就这环节一共就奖励一枚 对 所以说选班长这么有意义的事 对不对 让你们自高奋勇 什么意思 这么一个好的得到徽章的机会 让你当班长不当 要不然你现在就是六枚了 好了啊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呗 这是谁的答案 家务学院里你最想和杜淳成为朋友 因为同为父亲 发图 杜淳同学最先答出来 你给我举手抢当啊 你确定不是你父亲吗 不是 不是 下一题 家务学院里比文汉和你的想象反差最大 因为他做事的想法很奇妙 我觉得是叔叔 我觉得是叔叔 对吗 发图答对一题 很厉害啊 很厉害 下一题 家务学院里 你最想和伍达靖成为朋友 因为房间好 不不不不 情一生 魏大学 你答案是魏大学 魏大学 不对 再来 谁抢的 李文汉 李文汉 还带漏的呢 李文汉 对吗 还出头屋吗 好 好 现在大逊答对一题 但是我 还得收费 不收费 下一题 不收费 好 现在大逊答对一题 拔图答对一题 杜淳同学答对一题 下一题 家务学院里 你最想和魏绍林成为朋友 嗯 因为他是我的爸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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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九州同学 陈九州同学 这一题 因为他是我的爸 我想通过这次学习 和他成为朋友 还有就是 我很担心没人选他 哎呀 不错这单 想答吗 这不答完了吗 人家都 哎 这一题 显而易见是魏大勋的 下面一题 家务学院你 你最羡慕魏大勋 魏绍林的父子组 因为有家人在一起 多幸福 吴大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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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对 台出发也差不多了 杜淳 杜淳 你先举手的 他先拿的 你俩怎么算 一人给一个吧 一人给一个 一人算一票啊 我这个班主任 最大的特点就是尊重大家的意见 你们想什么样就怎么样 我完全没有组件 完全听大家的 那现在八图答对了两题 嗯 我也两题 你也两题 九周一提 杜淳一提 好 下一下一题 家务学院里八图和你的想象反差最大 因为比想象中搞笑 嗯 九周 九周 我 我答题 我自己 呃 这是谁的答案呢 呃 吴大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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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举手来 对不对 李文海说的啊 吴大勋 吴大勋 对 证据答案是谁啊 吴大勋 你想象的八图是一个 分上内向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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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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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漂亮 目前来说呢 其实是 巴图同学和魏大勋同学之争了 因为他们俩是分别答对了两题 啊 下一题 那我再答对一题我就是 并列 对 你真的不放弃哈 就休 嗯 九州是谁啊 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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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九州的扣一块 他已经把你的名字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扣十块 我改也改得最快啊 我改的时候你们俩也没说出来呢 确实是杜春同学最快啊 唐九州同学对吗 对的 好了 那么呢我们有三位同学啊 答的很多 一位是杜春同学答对两题 一位巴图同学答对两题 大勋同学答对两题 每人一枚徽章 哦 这一下不是六枚了 我们下一个环节 大家非常熟悉了 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游戏 叫谁是卧底啊 我这里有七张卡牌 其中有一张是卧底牌 我自己先确认了 大家去描述这个词 然后最后大家投票选出这张卧底牌 明白 然后我告诉大家是不是 明白 都明白 啊 什么玩意儿 谁是卧底一样 没有 假的假的 这是 比如说我们抽的 抽的是 比如说我们抽的是香蕉 你抽的是苹果 哦 明白了 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卧底 是吧 你肯定不知道 你到最后才 你在那个描述中 猜自己到底是不是 因为你会发现 他们描述的跟你的有点不一样 你懂吗 然后呢 作为卧底就要去模仿 对别人的描述 因为你很怕自己被抓到嘛 对不对 在里面 哎 好 那我们开始我们谁是卧底的游戏 我们挨着顺序来描述一下 自己拿到的这个词 从五大镜开始 哦 第一轮不用那么详细 不用太详细 是个物件 是个物件 这也太不详细了 哇 这第一轮要投出去一个 你要说是物件 上面能师傅给我盖上去的 这样投出去 对啊 第一轮就要投出去 啊 是个是个电器 三个字 三个字 一二三 三个字 嗯 我得想啊 我得想一个 做家务用的 不便宜 家里都有 那第一轮投你了 家里都有 我也投你了 我得我再描述一下 你不是家里都有吗 我听命了 我怕你们那个不错 你别糟蹋了 越描越黑 有 我家有 你到底说哪个 我家有 这不一样吗 一码事吗 你家有没有 跟你跟你家里都有 不一样吗 家家都有 是家家都有是吗 家家都有 对 哦 那 那投你了 家家都有 那就投你了 不一定 完了 咱 等一下 我再 我再说一遍 行行行 你别说 就是 有的家庭 有条件的家庭会有 你啥玩都是 你家都是 不是 就跳了算是 不是 有条件的 家 你别对人要求那么高了 你都说 说吧 那 你 嗯 春哥 有蓝牙 无限蓝牙 我可以吗 我这个要 你说的我都怀疑我 哎呦 叫我呢 嗯 家用电器 家用电器 家用电器说过了吗 家用电器说过了 说过了 我上次就说家用电器 这轮就投呗 我说家用 说过了 大家投出自己心目中的卧底 指导一个人所有人举手 好不好 觉得叔叔是的举手 然后咱们不跟票的 好不好 三二一举手 觉得魏少林同学是卧底的举手 不换了是吧 没有 觉得班长是卧底的举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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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你把我投出去了 五个股票 这把班长被投出去了 但是班长不是卧底 把好人给弄 一子你说的不对 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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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娘们看牌 万一你是卧底呢 你不能看他 不是卧底 万一你 你是卧底 您不能看他出局的牌 他没玩过 他没玩过 我肯定 下巴我就知道 有几位子了 那把他投进来 你说的 人们都不知道是服务实际 卧底还在 我们继续啊 咱们从反方向来 我们从少林同学来 和地面有问题 和地面有关系 有关系 他需要提前设置 他的就像参数一样的东西 画图 有无绳的 你这设计的知识面有点广 我不太清楚 这还不清楚 设置的涉猎的知识面有点广 无绳你不知道啥意思 其实你 你现在说的答案跟我刚前面说的是一个 那你 那不叫蓝牙 不是 我说的是无线 你说的是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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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是蓝牙 我捕了 我捕的是无线蓝牙 对 无线蓝牙 你说蓝牙我以为能放医院的 不是 你得搅和一下 第一把我就知道是谁了 我也知道是谁了 一定这把针子给他投出去 这个是一个 好好说 好好说 清理灰尘 需要用到的东西 是吗 我这个是 我这个是 一个养猫的家庭 非常需要的东西 可用手动代替 可用手动代替 觉得武大静同学是卧底的举手 没有 觉得李文汉同学是卧底的 我等会 我觉得 武大静同学是 是吗 我觉得 武大静同学一票 觉得李文汉同学是卧底的举手 没有 没有 大静同学是不是卧底呢 举手 没有 觉得巴图同学是卧底的举手 一票 觉得唐九州同学是卧底的举手 四票 我真的会信 真的不是 我觉得真的不是 唐九州同学出局 唐九州同学 是卧底 是卧底 哈哈哈哈 本局游戏结束 你第一把就是他 第一把就是他 他说的你说的那啥呢 你们是啥呀 女神 吸神器 扫机机器 这很像吧 是卧底啊 不是谁啊 不是卧底啊 手动吸神器是啥呀 手动调什么吧 手动调制啊 调手手 扫手 扫手 可用手动 可用手动来代替吗 哎 哦来代替呀 我 我以为你说可以用手动来那个 吸尘 但是淳哥说呢 那个必须得投 因为那个太 那个必须投 很少有蓝牙子 对 对 你说蓝牙给大家说吗 就必须得投你了 我以为你那是音箱的 不是 我之后 我第一轮就知道自己是卧底了 因为我第一轮他说三个字 所以你要 所以你要想我们 对 所以我就才 你往他这贴呀 你一直跟他说呀 你们越来越觉得 就好像扫地齐全 我就觉得好像我的不是卧底 第二局 谁是卧底游戏开始 我们还是从五大金同学开始描述 是个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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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一笑 我爸一笑懵了 呃 按小时收费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网络好看啊 你网络好看啊 我这怎么描述呢 大静说是个公众 你说按小时收费 啊 大勋呢 长期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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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长期公众 就跟你那不一样 长期公众 带着我 不拒绝了 不拒绝了 我ιάIIIII 不拒绝了 坏绝了 跟大部分家务有关 大部分都是女同志干 大部分都是女同志在从事这个职业 对 好难啊 这把难了 来吧 来吧 投票 觉得魏少林同学是卧底的举手 没有 觉得班长杜纯是卧底的举手 没有 唐九州同学有票吗 举手 没有 觉得巴图同学是卧底的举手 没有 觉得大勋同学是卧底的举手 这么多 我看一下 肯定是 猜对了 有啥 我们这是长期工种的反应 什么长期工种 人家的短期 没有比我们的更短期的了 我们的 暗小时尚飞 岳嫂肯定不能暗小时尚飞 你俩第一轮就被 投出来了的大萱啊 他应该是以为我是卧底 大萱 对于因为我跟你说 大萱的岳嫂他很难猜得到另一边那边去什么 是 所以他尤其他第三个达太早了 他很难掩饰 他说一个工种 但其实文汉说的那个按小时收费其实啊 月嫂是按月啊 但是按小时收费的工种有很多 有没有按小时收费的月嫂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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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喊得少按太快了 所以我就我的信息就只有一个按小时收费 同学们 我们第一次的班会课就要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 下面呢 因为我们已经选出了班长啊 请班长配合我喊一下下课起立好吗 下课起立 同学们再见 老师再见 再见 搞这笔能拧吗 对就拿这笔拧 他就是那种拧吧 不行 咋的呢 不交钱了 不交钱咋 不交钱摄像机录下来了 盒子一个不 咱俩盒子一个 咱俩盒子一个 试试看 来吧 咱俩盒子一个 盒子一个 大家看 万一要是火了你 那咱俩盒子下一个 行 叔叔你来拧 不许投这个 这个 投几个就投一个啊 对 叔叔你来拧 这么拧啊 往那边拧 利用手 realise 花了xes多少钱了 我花一个了 看看 看看 啥也都有 哎呀 我 我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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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扭出五枚啊哎哎 我扭的啊 你你扭出来的啊你花了几枚啊我花一枚他一枚啊 就是上头来 叔叔上头了快快劝劝叔叔 我爸已经晚上不让扭了很难过啊 过个言您来 你来过来 过来 谢谢 叔叔走吧 咱们走吧 行了 行了 你们挣了一个 挣了一个 他们正常 我挣一个 哎 你们都歇着了 我们太累了 你们这床品也不合适啊 大小 我那句小 这不就扑上去的吗 这都得需要病 你还要求这么高干啥 我花币买的买回去不合适啊 哎 我令你去维权去 上那个卖你的地方啊 对 你得买合适的呀 对啊 换啊 收我六个币 咱咱维十个币回来 咱维十个币回来 行不行 这必须的 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是不是 你不用 你给我要一冰淇淋吃就行 这样吧 咱们要 我也不做要 一人一人要根冰淇淋行吗 走 去要去做 这太不合适了 你不累吗关键是 花你时间 花你精力 对不对啊 还不合适 最主要的是 不合适我也不要了 我就睡这个我凑合了 但是兄弟们得吃上冰淇淋 来走吃冰淇淋去 哥请客吃冰淇淋 老板娘 老板娘 这不合适了吧 怎么说 这我花了 我辛苦劳作 对吧 我腌里又活 对 我收出来收去 没拿着什么钱 但是我花了六块钱 我买的床品四件套 买过这大小不合适 对 不合适 对 床单都噎不进去 一花了时间又花了精力 出半天我发现大小不合适 不合适 我也不说别的了 对吧 我也不多管你们 你讹你们或者怎么着 我就兄弟们一人一根冰棍 这个事儿 我就可以不计较 我就说不合适的没关 你可以去我那看一看 真不合适 确实是 噎都噎不进去 一睡就跑了 六个也不是说少数 真是 你说我六个 我辛辛苦苦工作半年 我拿差不多也就六个饼 真的我回去 我没法跟我媳妇 孩子我都没法交代 对 半年干嘛呢 对不对 买趟四件套还不合适 我觉得是这样对吧 六个币 然后买小了 嗯 其实凑合能税 那么呢 也就是说不能全额退款 但是可以退一半 你找我要六根冰棍 等于是全额退款 我觉得三根冰棍 你觉得怎么样 三根冰棍 看咋分了 那你看咋 那你看咋分了 我看看啥冰棍 兄弟们我看看有没有双方 对吧 也就是说呢 现在同意你们三个币 买六根冰棍 是不是 小白不还挣三个币 我这个很有道理吧 说的 是吧 没没 要吃冰棍都过了 赶紧挑吧 挑吧 挑吧 这必须得吃两根 挑个贵的 反正都一样 就这个了是吧 随便挑 这咱俩能分俩人的吧 这个不好吃 还嫌不好吃 我的天 另外的四根要给钱 另外四根 我一共就三根 我给淳哥买了一根 我这儿还可以分给另外一人一根 那 我们 咱俩分了这个 行了 我分了吧 行了 你现在选的哪几个 是你买的 我现在选的是老冰棍 这个 我跟大静吃这个 还有淳哥吃的 好 二楼还多一套 你 熏着熏着 那我不吃了 给我们四个 孩子哪年呢 98年 98年小孩子 你给他吃个冰棍帮他哭 真的 不差这一根冰棍 咱这么大的企业京东嘛 对不对 来给饶了 饶了 吃好了 凉快了 好好干活 这日子过的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就是说糖会 不是 不是 太卷了 太卷了 你那个骨头很疼吗 你赶紧去看一下 到时候别一号受影响 我今天煎了一个羊排 还挺嫩的 味道还可以 做菜是因为我们得吃中午饭 他还挺好 他都不愿意 他就会不做 他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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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蛮看的 他都不愿意 我应该这样 你不愿意 他其实不愿意 我才不愿意 不愿意 我愿意 你不愿意 你看我出来了 哎呀 我这屋真好啊 哎呀 我这背有点厚 怎么让它转过来 长眼就关了 按两下回中 按三下呢 按三下转 哎呀 好了 现在我在这个 我这个家务学院的这个房间 102房间里了 准备先进行一个休息 然后一会就要去上课了 也不知道上课要学什么 心情很忐忑 看见了吗 这个房间是一个粉色的 它叫室外桃园 我现在就好像在一个大桃子里面 这个房间还是123 这个房间还是蛮不错的 说明我们这个家务学院住宿的条件还是挺好的 然后这个房间是我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抽到的 他们最不好的是三个人一个房间 行 这屋舒服 对 这咱仨得宽敞 宽敞明亮 空间多么大呀 哎呀 挺舒服 咱洗洗洗洗浴个字呗 这不洗洗浴脑子吗 嗯 做这点儿洗舒服 可以 洗浴 哎呀 这小地方舒服 多宽敞 这乎也有那什么呢 露洋头啊 这叫露我的 我上面碗就住这儿 干啥 这个不像我冒谈 你说这个组一个 还不错 对吧 还是那种回弹的 踹一边 切换 每一位家务男在班会课前 已经填好了这个问题卡 现在会展示 每个人已经作答的问题 那么这个答案 由其他的家务男抢答 到底这是谁的答案 这个考验呢 是大家对彼此的了解 是吧 已经相处了大半天了嘛 互相都有一些了解 怎么 他给你别的他记不过呢 我感觉 很猛 可以获得一枚徽章 你敢飞出去吗 不是 喊什么 什么 答对的同学 答对的同学 可以获得一枚徽章 答对最多题的那个同学 可以获得一枚徽章 明白了吗 答对最多的才获得一共就 这环节一共就奖励一枚 对 所以说选班长这么有意义的事 对不对 让你们自高奋勇 什么意思 这么一个好的得到徽章的机会 让你上班长就当了 要不然你现在就是六名了 好了啊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呗 哦 这是谁的答案 家务学院里 你最想和杜伟纯成为朋友 因为同为父亲 巴图 觉得大勋同学是卧底的举手 啊这么多啊 我看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六个币 然后买小的 嗯 其实凑合能税 那么呢 也就是说不能全额退款 但是可以退一半 你知道我要六根冰棍 等于是全额退款 我觉得三根冰棍 你觉得怎么样 三根冰棍 看咋分了 那你可以咋分了 那你可以咋分了 我看看啥冰棍 兄弟们 我看看有没有双方 他叫世外桃源 现在就好像在一个大桃子里面 哦 哦 安静片 那是 那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